兄弟们,回想过往,有好多人试图把我们埋了,但是他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颗种子,加油。 Hello,大家好,我是小龙,李小龙的那个小龙。 应上期视频网友朋友的要求,今天再次与大家分享一位大美女,星凯湖盈盈小姐姐。 盈盈东北女孩,来自美丽的黑龙江,激西蜜山星凯湖,国家4A级风景区,令人心旷神怡,海天一色,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看。 言归正传,那么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推算一下,盈盈在今日头条西瓜视频发布短视频,大概能赚多少钱。 首先,我们看一下盈盈在西瓜视频的数据,目前一共发布了1019条视频,拥有粉丝96.5万。 认证的是旅游主播优质旅游纽约创作者。 我关注这个女孩好像是一年多以前,那时候有278万粉丝。 这一转眼啊,粉丝接近破百万了啊,可喜可贺啊。 接下来啊,大家再看一张截图,这条数据啊,是我随机抽取的,盈盈10条视频,所有的播放量加在一起等于216万。 然后我们拿216万除以10,大概就能得出盈盈单条视频的平均播放量,大概在21万左右。 大家再看一下这张图片的右上角,盈盈是西瓜视频独家签约的视频创作者。 所以说他的作品,一万次播放的价格应该是在70到100之间。 今天我们就按照最低的70来大概的推算一下盈盈的收入。 然后我们拿单条视频21万的播放,乘以他万次播放单价的70元,大概就能得出他单条视频的大概收益,应该是在1500元左右。 熟悉盈盈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他这个女孩啊,特别的勤快。 像他这么一个百万级别的大主播,每天还能保持更新三条视频啊。 一个月大概更新90条左右,真的让人佩服啊。 所以啊,我们拿1500乘以90,大概就能得出盈盈拍短视频一个月的税前收益,大概是13万左右。 然后再扣掉20%的税,还能剩下10万多一点。 最后我们再拿这个10万多一点乘以12个月,大概就能得出盈盈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一年的税后纯收入,大概是130万左右。 再次说一下啊,这个100多万仅仅只是盈盈在今日头条西国视频发布短视频得到的播放收益,其他的收入不计算在内啊。 还有啊,以上只是推算啊,可能不准确,大家大概了解一下就行了啊。 视频的最后啊,希望盈盈在以后的旅途中照顾好自己,注意安全,同时啊,也祝盈盈的视频越做越好,自媒体之路顺顺利利。 还有啊,最近看你的视频,听说你胖了,没事,我想说长江一北,盈盈最美。 好的兄弟们,我是小龙啊,下期视频如果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收入,请把他的名字打在视频的评论区,关注我,一起学习,互相交流,感谢大家的观看,再见。